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邓宏说法节目 我是美国联邦律师邓宏 让我们知法说法据理力争 在11月18号10天以前 在Texas 一个名叫做Harrison County 发生一个命案 一位白人男子叫Collins Christopher Collins打电话报警 他说他太太在家里边遇到麻烦 他赶到家的时候警察也到场了 发现来自中国大陆的这一位姓梁元华 被枪杀了 我想今天解读一下子 这个案件离奇的案件 后来警察的话是将他的丈夫逮捕了 怀疑他的丈夫为了保险 枪杀了自己的太太 这个案件里边的话 在18号的时候 警察的话逮捕了 这位叫Christopher Collins的 Colins跟他以前是当兵 后来娶了一个来自中国的 大陆的太太 姓梁 梁元华他们两个的话 可以说结婚之后非常恩爱 经常在社交媒体里面 秀他的恩爱 在Instagram 还有很多社交媒体里面 他们都用Kiki的名字 来秀给他们养狗 还有Gardening这些活动 当然那天晚上的时候 他报案 他说我在体育馆里边 他现在我太太传 message 给我 他需要我 但是后来警察赶到的时候 他要赶到家 发现这位梁 名叫做梁元华的太太 已经被枪杀了 在警察问他 你什么时候收到的 他说我收到了 在45分钟以前就收到他太太 这个text给他的 但是他并没有马上报案 警察的觉得的话 后来调了 调到体育馆的 他健身房里面的录像带 他排回了40多分钟才报案 当然这个部分报案的话 出现一个问题 他当时他说太太text给他 那他说他没有及时报案 就是因为他太太平时就是 疑神疑鬼有paranoia 这种问题 所以他没有他觉得的话很正常 当时警察问他家里边的话 有没有录像带 他说有 因为他平时以前的话 当兵的时候 他经常会看一下录像带 看看他太太跟谁往来 在家里边情况怎么样 他说这次的话 他没有习惯他回来之后 他退伍之后 他没有继续了 不过警察的发现 有几点可疑的地方 第一 梁元华在被枪杀的时候 在案发现场 他发现他的头部 是这个放了一个带子里边 用带子盖起来的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一般的情形警察会怀疑 因为很多时候在台湾中国 这个往往的话 这个枪手杀了人之后的话 怕死者死不灭目 以后就用这个带子的话盖起头来 但是在美国里边的话 一般这种做法的话 就是这个枪手跟死者应该是认识 并且很熟的 他不愿意看到自己熟悉的人 死去痛苦的这种表情 所以的话 他们是用带子盖起来 所以第一个线索的话 警察怀疑 他就是这个丈夫所杀的 第二个光彩讲过 既然女的45分钟已经才text 你为什么的话在45分钟 等了45分钟才报警呢 另外警察也在问他 有你跟他太太问这个Chris的话 有没有买有人寿保险 他说没有 但是在警察在家里边找到了一份 在16号就是事发前的两天 他们购买的人寿保险 在人寿保险里边 他当然的话 他有这个受保人 这个投保人的话 是这个女的 有受贿人 beneficiary 是这位Christopher Collins 他的先生的 那很多时候 从社交媒体里边的话 又找到第三个线索 就是这个Kiki 这个女的梁小姐 她在群里边 她讲到两个月以前 我先生得到癌症 我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所以的话 我们得知他的先生 有可能就是跟他太太讲 他有cancer了 这位先生他以前的话 他一直做平面设计师跟财务顾问 他警察发现的话 第五个线索 也就是在过去这几个月里边的话 他原来的车子被汽车公司 租车公司没收 拿回去了 这个叫reposition 就是说你没有付贷款 之后连贷款都付不出来 车子被拿走了 他现在开的车子是租来的 car rental的 所以的话 他已经到了财务 非常可以说是落魄的地位了 这种情形的话 当然也出现一个问题 如果是买这个保单自杀 因为他可以退查 他已经得到癌症 以后有可能没有其他出路了 当然他这种的话 如果是自杀行为的话 保险的话是不cover的 所以如果是他太太买了一个保险 以后他是受惠人 太太被杀了以后的话 这种的话意外事情发生 他可以得到这个保险 当然这个警察的话 他当时没有跟警察讲这些东西 警察的话发现的话疑点非常大 并且他在他的第六个线索 警察在问他 你当时如果是别人来到家里边 来抢劫也好 以后一定会将家里贵重的东西拿走 他说家里边并没有太多 或是被别人闯入抢劫的东西 但是他的钱包还有他的化妆袋不见了 以后警察问他在哪里 他也说不知道 但是的话在他健兴房里边的locker room里边 他找到了女子 良心女子的这两样东西 一个是他的钱包 另外一个的话是他的化妆袋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后来警察的怀疑 这个Christopher Collins是将他太太杀了 以后并且警察在他口袋里面 找到了另外一个子弹 所以子弹警察认为这个是跟枪杀 他太太的子弹的话 是处置同一架枪 是同一个手枪的 当然这个案件的话 现在Christopher Collins已经被逮捕 保释金是15万 现在还在监狱候审 所以可以看得出在目前 这种异族分婴情况里边 也出现很多这些家庭问题 而引致的暴力案件 当然如果有进一步的进展 我们也会在节目里面跟大家报道的 好的 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邓宏说法节目 我们下集再会